甭管多少钱 那个时候年薪一百多万就算高的 他给三百 你要不然郑智 高林孙祥他怎么能去呢 就是他一超出市场价格的 三倍 那基本上就是人是不能拒绝的 是不能拒绝的 然后呢 他做女排 他就和郎平合作 那郎平当时呢 那是中国女排球界的响当当的人物 所以做大事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干什么事 我都往大了干 所以许家印正好就这个思路 所以许家印最开始呢 想做这个恒大足相 就是我把全国的 恨不得把全国踢球孩子都弄了 当然他也有一定的选拔 但是你想想 你想想 就是他一个年龄段选大几百人 他那个水平肯定是参差不及的 就中国人再多会踢球的 也没有那么多 是吧 所以这里面呢就隐藏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那么最后呢 就是在2018年呢 就决定啊 不再做收费班了 那么很多在恒大足校交了钱 上了三五年的 有上一两年就走的 也有坚持三五年的 但是最后如果没有到精英班呢 也就是放任自留了 放任自留了 那么这个放任自留呢 坦白说 如果你一个孩子五年在一个寄宿 足够学校 然后呢 你到了十五六呢 又没进精英班 那么说实话呢 这个孩子的未来到底在哪 踢球是肯定踢不出来了 那么学习呢 那四五年到底能不能够跟得上 也是个疑问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也没有相关的这个跟踪的报道 说当初在恒大交费 交了三五年的 学了求了 最后呢 离开了 他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学习状态 或者是生活状态 这方面都没有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 克责 因为徐根宝 徐尔老当年 一块上崇明岛的 也百八十人 最后出来了一二十个 那么剩下的八九十去哪了 干嘛了 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所以这个呢 就是 可能 可能就是 也没有人关心吧 或者说也没有人 愿意去提及那部分人 对吧 但是呢 五年 恒大开始掉头 不再做 普及了 或者不再做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种收费了 改为精英 说恒大给了我多少钱 就这种他妈人 他呀 他这个人呢 就是说我 说恒大给了我多少钱的这个人呢 他一定是 就是中超某一个 恒大死敌的球迷 他在他嘴里面呢 不能听到恒大 任何关于恒大的 可能 你甭说中 就是夸他 中性的都不行 所以我给他拉黑了 我给他拉黑了 他认为呢 恒大给了我钱了 你等一会我要说点 恒大模式有问题 他就该说了 那么你又来黑恒大了 你看看 就这样 然后呢 改做精英了 改做精英了 但是他这个精英呢 其实他也是一个扩大化的精英 你比方说他18年 或者19年 他开始招 08 09 是吧 18年 是09吧 那么 他也是招了八个队 一百多人 而且这一百多人呢 实际上也是从全国三万人里边 选出来的 那么从普及 到相对的精英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恒大呢 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一个 一个各方面的体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没有体系 这个事做不成 或者做不长久 比如说他建立了一个教学体系 这个教学体系呢 依托于西班牙的这个相关的资源 比如说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选拔机制 这个选拔机制 从这个全国各地 30个地方的这种 球态系统 搭建 然后呢 再到富士 富士是所有人都管 吃住的 吃住行的 就是你只要是 当然出事不管 所以他比方说 在北京就有恒大的 恒大的球态就有 比如说 我恒大会 跟踪一些孩子 然后呢 告诉他 这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在凤台的哪个场地 大家一块踢一踢 邀请这些孩子过去 这个时候呢 球态呢 再跟家长进行沟通 或者是在这个 在详细的考察孩子 然后呢 把他推荐的孩子呢 给上报到恒大足校 恒大足校呢 大概其呢 了解一下 觉得这孩子差不多 可以批准来视讯 来测试 来参加测试 那么全国各地呢 可能有一两千孩子 两千多孩子 两三千孩子 会在某一个时间阶段 比方暑假 他会提供 这个往返的路费 说你在喀时都没问题 我给你提供 你就来 全免费 然后呢 这从这两三千孩子里边 最后选 大概一二百个 比方说两个年龄段 他可能选二百来人 对不对 一个年龄段一百多人嘛 两个年龄段二百多人 所以呢 你仔细想呢 他这二十八亿 他这个二十八亿 除了基础建设 可能得投个十来个亿 那么剩下的这八年 投十几个亿 那每年也得一个多亿 每年也得一个多亿 而这一个多亿呢 里边 一两个亿吧 一两个亿 一两个亿里边呢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说 选拔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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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包括 这些球探的基础工资 包括你这个球探 最后你推荐了八个队员 我给你多少钱 奖励 还包括呢 就是支付这些来付试的 孩子的这个往返的 这个旅费 这也不老少呢 这一个人也得 也得敲八百吧 也得怎么着 也算一笔钱吧 再加上 再加上什么钱呢 就是 你孩子他有时候 他签了协议了 培训协议了 比方说他 他八岁 比方说他六岁开始训练 在一个当地的俱乐部 签了个协议 十年 每月金 八万 十万 或者这个孩子 以前在学校 学校人的老师呢 培养了 培养了一两年 那么这笔钱呢 都得给人家 恒大呢 是这么一个路了 就是比方说 这当然是头几年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现在什么情况 比方说头几年呢 凡是 你输送的孩子 我就给你三万块钱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乌鲁木齐五小 比方说有一个孩子 乌鲁木齐五小 出来的 然后恒大给 给这个 考恒大 恒大要了 好 那么这一个人头 给你三万块钱 这三万块钱 给谁呢 你随便 你学校拿着也行 你教练也可以 拿着也行 这个根据你学校和教练的 这个 这个 相互之间的这种 这种这个 约定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比方说 有的学校跟教练的 比方说教练拿六 学校拿四 也可能是教练拿七 学校拿三 从某种角度来讲呢 把孩子送到恒大 类似于恒大 这样的族校呢 对于基层教练来讲呢 他其实是一个 辛苦的回报 因为都说 基层教练呢 这个 基层教练呢 待遇低 是吧 这个是现实 但是说句老实话呢 就基层教练 如果你挣不着钱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只能说你培养的队员不行 如果你培养队员好 你肯定能挣着钱 你肯定能挣着钱 你就给他送到恒大 你就百百百给你钱 或者给你送到大连 这是百百百会拿到钱的 送到足够小将 目前来讲没钱 但是未后 未来也许会有 是吧 我说的都是一个 一个一个事实 都是事实 那么 恒大呢 踩了两脚刹车 或者是做了两次转身 第一次转身呢 是从 从这个 大面积的招生收费班 过渡到 不收费的精英培训 这是一个转变 2018年 开始的转变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又做了第二个转变 这个第二个转变呢 也是 也是恒大原来的一个特色 恒大呢 原来是培养到13岁 就有一个队 大概25人左右啊 要去西班牙 去西班牙 练五年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也就是说 理论上 在西班牙呢 应该有五支 恒大的 U系列的球队 所以平常在国内 打U系列的 很多的恒大的队伍 都不是他的一队 因为他的一队 都在西班牙 当然他在西班牙呢 他没法参加 当地的正式的联赛 这个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恒大 头年啊 他出资五千万 他自己打造了一个 马德里地区的一个联赛 就是周中的 等于说让这些啊 同龄的队啊 赔着恒大的踢队踢 我给你钱 你帮我踢 你赔着我踢 是这么一个 因为他打不了这个 正式的比赛 这不仅是恒大打不了 王健林跟马静合作 去的中国的队员 也打不了 当地的比赛 但是呢 我听说呢 就是去西班牙的 这个留学的 这个 这种方式呢 也是在今年呢 停止了 并非是疫情原因 并非是疫情原因 但是他改了 他改了就说 那以后啊 到了U13 比方说今年的U13呢 就不去西班牙了 即使没有疫情 他也不去西班牙了 他呢 就留在国内 但是呢 每年呢 每年呢 他要 比方说 利用寒暑假 会有两次短期的积蓄 到国外 这是第二个转向 那么从第一个转向到 从第一个 从第一个转向 是收 是收费 呃 大面积的招生 到免费精英 然后呢 从西班牙 留学计划 改在国内 和国外 短期积蓄的结合 就可以看出来 这八年呢 其实恒大呢 也一直呢 在不断的总结经验 啊 然后呢 在不断的调整着 自己轻讯的 这个 这个 方式和方法 啊 但是 投入呢 是 很巨大 啊 就说他 好像每个队员 按照那个新闻稿 说吧 每人均 每年投入25万 啊 就是人均 就是每个 呃 呃 体队的 队员 一年呢 在他身上投25万 所以恒大有时候 这违约筋 弄一个亿呢 反正也 也 也是 也是情有可原 啊 因为投入大嘛 投入大嘛 啊 当然了 这个25万呢 对于 普通的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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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球的孩子来讲 肯定是一个 非常大的数目 啊 但实话说呢 你要说跟左小将比 我足够想象在他身上的 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可能不止25万 不止25万 你要是综合算下来 你包括孩子出国的这些费用 包括教练组的费用 包括场地 包括清华投入的这个教学的资源的费用 包括我们的宣传推广 这个要核算下来啊 可能不止25万 不止25万 但我不是说我比许老板有钱啊 只是因为我这人少啊 对吧 就这么二来个人 那边呢 你想他十个梯队 那得上千人的 所以呢 你投入这么大已经是很不错了 已经是很不错了 纸面25万实际到不了 你他有一个综合的东西 你包括发新闻稿 发恒大新闻稿 给的车马费 那也应该算在里边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啊 这25万都花在孩子身上 买吃的 买喝的 然后训练比赛出国 那不是 不能这么算账 那怎么能这么算账呢 对吧 他是一个综合的 每年 花这么多钱 然后呢 有多少孩子在这练 每年这些钱 除这些孩子 大概其就这样 大概其 这么一个 那么呢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恒大 出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五年计划 发生了改变呢 我个人推测啊 因为我这推测啊 我觉得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效果不是很好 就说 以整对的方式 然后呢 长时间的出国 在即便是在西班牙 那么 在不可能打 这种这个 高质量的 这个 正规的联赛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训练 对于孩子的提高 到底是 有多大的帮助 这个可能是一个疑问 咱们这么说吧 你25个人去 比方说5个进步了 20个没进步 这其实就是失败 你怎么着也得 有个156个进步了 有个七八个 可能跟不上了 或者是停滞不前 这还能算成功 但是显然这个比例 看上去 就是 恒大呢 评估过后呢 认为 就这种整对出去的方式啊 可能不见得 是好的 不见得 不见得 咱们也不得不说呀 这个时代在变化 这个时代呀 给清训呢 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也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你比方说 巴西建立宝那波 就挺成功的 是不是 跟着朱广沪去巴西 那更远 地球的那一边 但是呢 能出来 李金宇李铁 隋东亮张肖锐 郝伟 李伟峰 这按说呢 也可以 但是呢 不得不说呢 时代不一样了 比如那个时候呢 李伟峰他们 李金宇他们 现在都四十多岁了 再加上改点年龄 那时候也挺 也挺大了 那不是十三岁 他号称十五岁出去的 可能都十七了 基本上 十五出去 十三出去和十七出去 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十三岁还是孩子 还是孩子呀 十七八大小伙子 可能都开房找女朋友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差异 还有一点呢 就是时代 比如说现在的孩子 他的这种 对于很多事情的认识 理解呀 也跟着时代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个时候 比方说有家恋的 苦恋的 这都有 李铁 李伟峰 但是现在小孩呢 你要让他家恋 这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说 时代在进步 科技在进步 经济在发展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 在某种程度上 比如说他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比如他自我的这种 要求 目标 明确 这个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这个不是说踢球的人 而是说你我身边的所有孩子 包括我们的孩子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艰苦的环境下 或者在远离父母的环境下 或者远离祖国的环境下 或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那么一个人的自律 一个人自我的 这种 这种向上的这种欲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显然可能 李伟峰 李铁 他们那波到167 156 到了巴西之后 他有一点职业梦想了 然后他再加上他那个年代所受的教育 那他们可能越是艰苦 可能越磨练了一些东西 而现在小孩 六岁就开始玩iPad 手机 是不是 然后也知道现在踢球能挣钱 相互之间聊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你给他13岁扔到西班牙 扔到国外 完了还有一个队 这一个队里边 说句老实话 有两个不好好练书的 这个队就很难好好练书 有三个看小黄片的 就得全队 基本上都得看 所以他受周遭的这种影响 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他不像说我一个人出去 我一个人出去 可能我父母跟着管我就管我了 我能管好就管好了 那可能这个情况 再有一个确实13岁比较小 还有一点呢 很重要 就是13呢 可能为 就即使说你是百里挑一 甚至千里挑一 但是呢 13仍然相对来讲 早一点 就是你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行 也许14 也许15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尽管呢 恒大也出过腐败的东西 恒大曾经有过腐败 知道吗 这个应该都公开的秘密吧 恒大当时中国人主管招生 或者去西班牙的名额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这种腐败的东西 后来为什么说 许老板震怒 恒大的 就是这个选拔体系 全面的 这个这个改组 外国人上岗 最终 你即使是U13 你最后确定 去西班牙的这个名额 因为他可能当时是三个队选 一个队去 那么 当时的国 这个 这个就是 恒大的主教练 也就是卡纳瓦罗的签字 比方说2号 谁魏子轩 什么什么 行 他可以 18号 吴王 什么什么特点 看他比赛录像 他可以 就他最后呢 把这个东西交给外国人 有的时候啊 中国人为什么让外国人去做 做事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不是外国人的能力 一定比中国人强 而是中国人认为 外国人相对连接 明白吗 中国人认为 外国人相对连接 就是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门子 就是 就是 因为你把这个事 交给一个中国人 你一想想 就是中国这个 这个反贪反腐 你说都 你说你说什么级别的没有吧 你说是什么行业的没有吧 啊 我今儿我看有一女的 还霍浩特的还是哪的 最后 女的都有生活纪律问题 更别说别的问题 黑社会保护伞什么的 这是刚有的新闻 就说呢 这个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就是 就是最后呢 就变成外国人 外国人呢 来这个 来这个 这个 来 来组织 这个 选拔 因为 你想啊 恒大的家长 是这样一个心理 我作为精英 我进了恒大 八个队 我比方说 我在五队 四队 三队 那我目标要进一队 对不对 一队二队 也就是说 现在的可能 狼队 虎队 或者龙队 我弄不清楚啊 那么等有一天呢 都淘汰了 因为每年都淘汰 最后剩这么个 三个队的时候呢 他笨的就是西班牙 笨的就是西班牙 就是我要进 就是投了这个 最好的这个队 这样的话 能有五年的留学 都笨这个去 那么在家长看来呢 就说你能够 入选西班牙那个队 经过五年回来 那你说这出口转内销也好 还是说 没准被国外的队伍相中了也好 谢谢 谢谢啊 乌尔肯的哈米瓜 全世界最好吃的哈米瓜 吐鲁番的 当年孙悟空唐僧禄的 真的这个哈米瓜 和超市里的 完全不一样 那么呢 恒大呢 去了西班牙去了五年 虽然说最终呢 砸了五千万来搞一个 自己家的一个堂会 把这些演员都请了 但是从他最后 改变这种模式来看 可能效果不如预期 效果不如预期 我看这个新闻稿里说呢 有七名队员 就是 等于说去西班牙的 这五个梯队里面的 七名队员 经过了 比方说 每个队的视讯 那他应该到十六了 可能十六呢 能签那些 职业合同了 就说十六岁 有七名队员呢 加入了当地的 职业俱乐部 但是呢 他提的是 西红竞技等 那么大家也知道 西红竞技 在西西班牙 是一个什么 什么档次的 一个球队 大家也都清楚了 是吧 你的我要一说 你可能有都都不知道 那么有人说呢 说低年龄段呢 他有的时候 低年龄段 比方说U9 U10 U11 U12 这个呀 不见得你是大俱乐部 一定是好队 但是 U15以后 一定是 越大的俱乐部 越强 因为 在欧洲 他球员是可以 自由流动的 在十六岁之前 那么 我小 我九岁 我十岁 我十一 比方说我在 汉诺威 我 我不想去 多特蒙德 因为我爸妈 那是工作 我也离不开 或者是我在 赫塔菲 我不愿意去 巴塞罗那 离得远 我现在在这练着 因为他那个 训练的方式方法 都大同小异 大同陈小异 欧阳下单 所以外国人 他觉得 小孩 反正天性 反正就这么提一百线 现在不着急 等到十四五 十四五 就开始发生 乾坤大挪移了 那最牛的孩子 被球探发现了 一定都奔着 大俱乐部去 一定的 就是 长得越大 去的地方越好 就是在国外 就很难 很少出现 说我十五岁了 我是国内一流的 球员 但是我在一个 小俱乐部里 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 除非是 但是也有说 我从 我十九岁出来 大气晚成 那就另当别论 你十五岁 踢得跟屎似的 谁知道 你十九岁 就起来了 那谁也看不出来 所以呢 看得出来 就恒大 你在西班牙 待了五年 你最优秀的孩子 也就签了一个 西红竞技 这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 从 无论是 球队整体 或者个体的 发展 这种 这种五年的 西班牙之旅 没有给 球队 经过评估 一定是 没有给球队 带来 预期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幅度的进步和提高 所以呢 先暂时 缓一缓 来暂时 缓一缓 就这是一件 可能会让 大家 难以 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说 比如说 你身边有一个孩子 他十岁的时候 去了 马德里了 马德里竞技了 比较南京五楼的 零七的 十岁的时候 走了 被选上了 两年以后 暑假回来了 跟原来的 小伙伴一踢啊 还不如 在国内踢的呢 这种情况 是有的 而且 这种情况 并不罕见 就是 当年 他是最出色的 然后 被选上 出国了 可是呢 在国外 踢了一两年 回来 原来的小伙伴 正在一踢 发现 这怎么一下 都不会踢球了呢 这是 这是有的 这种情况 是有的 你不信 你问问 鼓楼的 蒋教练 你问问 那么这里边 有什么原因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出去的太早了 太小了 他小不代表 他一定 后劲十足 另外一个呢 太小出国 对孩子 综合的这种影响 说不上是好是坏 还有一点 出去也打不了比赛 你也容不到当地 真正的足球的这种文化和战术体系当中 你踢点兴趣班 或者是踢点友谊赛 那性质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出国 踢球 究竟是好是坏 这件事情 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 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 跟一个家庭 家庭教育 家庭文化 家庭环境 孩子性格 孩子的个性 自律 成长的这个环境 然后这个 青春期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变化 方方面面 心理 方方面面 饮食 身体 都有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说呢 有很多的出国 长时间出国的孩子没提出来 而在本土的孙继海 郑志 这个这个 吴磊 范志一 那都 最后也都能踢到五大联赛 杨晨 邵嘉一 对吧 杨晨出国的时候是199 1998年 他是1974年 24岁出去 当然 也可能是晚了 但是绝对不是说 他12岁出去 就还能成为这样 这不好说 对吧 所以这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 所以恒大做青春 实话说 确确实实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而且是 做大做强的这个目标 这两点是毋庸置疑 而且整个学校教学的环境啊 各方面的应该说 都是国内顶尖的 你比如说他上了这个智慧球场 前两天呢 就是给恒大装智慧球场的 就数字球场的 这哥们也找到我了 说想给小将装一个 给小将装一个 他跟我告诉我 他说恒大我没给装了 招标中标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在训练场上装摄像头 然后连iPad 然后在录像的同时 自动剪辑啊 然后现场教学啊 然后导回来 来画图啊 就现场就可以通过这个教学 来通过比赛 来通过训练 或者某种方式 就是数字化智慧 就这么 有人说八千万一套 这个没那么大吧 没那么多 然后这哥们呢 找到我 说要跟我合作 然后我说什么条件呢 他说 整个设备 我白让你使 当然他不是给我们 他说反正你这 什么时候散了 解散了 我什么时候过来拆 如果你一直有 我就一直放在这 就这套设备 然后我说那这个行 他说但是呢 他说你每年呢 你得给我出 你得负担 十几万块钱的网费 就是服务器的费用 每年 你负费 那是我 你不得 但她是 你不得 快点 你不得 那是 这里 不得 放下 我 说 你不得 你不得 好吧 我 你不得 不得 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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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得 对 云服务 这都是专业人士 云服务的费用 后来我说先等一等 我说先等一等 因为这个疫情我现在装了 没有用啊 白交钱嘛 恒大呢 恒大清训在我看来呢 他 他目前还有两个 两个难题 两个难题 这两个难题呢 分别是第一就是 外交的思路和理念 和中国球员结合的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凡是有外国人的地方 就会遇到 就是外国的这种 清训的理念 和中国孩子之间的这种 这种相结合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整体的球员的 文化素养的 培养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呢 我认为呢 未来呢 恒大的清训呢 会在06以后 06 07 08 09 10 他会开花结果 把这两个问题 这个解决好 别的其实都不是问题 其实别的都是钱能解决的 而我说的这两个问题 不是钱能解决的 不是钱能解决的 凡是钱能解决的 都不是问题 尤其对于有钱人来讲 所以真正的中国足球 的真正的核心问题 可能就都在于 那些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为中国这个U系列的球队啊 在去年前年 恨不得八支U系列的 来自恨不得七个国家吧 马德星写过一篇东西 就是曾经外交 或者我们所认为的 高水平的外交 统治了整个中国国字号 U系列的队伍 统治了 西班牙的 葡萄牙的 塞尔维亚的 什么都有 包括总监也是比利时的 完了什么又不哪的 一堆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U21 U23 最后呢 豪伟带的 因为中间也有什么 西丁克什么之后 然后呢 U21 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 冲击奥运会 不是冲击什么 失败的那个队 现在呢 是给了杨格维奇 这是个外交 再往下呢 就是陶强龙这个队呢 目前的是 程绕东 程治岛 然后呢 16岁那个队呢 现在是外交 邵嘉一是 大帮的一块干 所以 所以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这个外交呢 在中国国字号清训里边 其实是个失守的状态 就逐渐 失守了 又被中国人呢 给搬回来了 所以呢 不得不说呢 就是 外交不是万能的 打从李皮那开始 马达罗尼 希丁克 对不对 一直论下来 没有什么真正的 对中国球队 有一个什么大的质的改变的东西 但是我说了 你作为族校 其实反腐是很重要的 其实踢球啊 踢球呢 这里边 我说句实在话 的确呢 是有这个 灰色的空间 其实早年前 各个 梯队 各个什么预备队的主教练 最后往上 送人这些 可能 这些消息都不绝于耳 你别看有些教练 没当过职业队 一线队教练 但是也是 腰缠万贯 你别看他带的 可能就是 预备队 或者是青年队 那呀 要收起钱来 说句老话 他孩子多呀 对吧 不久前呢 也一个 一个北方俱乐部呢 也是 好多的 清训 职业梯队啊 他叫清训教练 全下课了 全给开除了 换了一拨人 因为什么呢 收钱 收的太多了 收钱 收的太多 所以呢 恒大呢 肯定是 这个企业 他不允许 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外交来掌舵 但是我注意到呢 最新的 这个一些 一些恒大的比赛 可能中方教练也是 但可能老外都没回来 怪不得 对对对 有时候我看恒大一些比赛 比方说恒大零九 零九狼队 对零八龙队 我比赛 我一看都是中国人 中国教练 我还说呢 我老外呢 后来发现 可能都没回来 疫情没回来 所以呢 中国 理论上讲 中国人 是可以带好 小孩的 但是呢 因为 中国人 道道比较多 所以 所以就为什么说 这事就在中国比较难 就难在这 真的 难就难在这 适合干的人呢 可能在那位置上 就把持不住自己 就只能找一些 不太适合的 但是呢 可能不 不安适事的人 就求一个连结 求一个纯结 就KTV里出来的 你就没法保证纯结 但是有可能 有几分姿色 姿色呀 但你小三村里的 小方啊什么的 可能 长得不见得怎么样 但是它纯结 大概其实就这个意思吧 就看你 你想拥有什么 好吧 就大概 其实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一切呢 还得这么看 还得往后看 就是 不同的这种方式 但是 我说了 就是恒大的 这个 这一波的宣传 其实是为了 它的招生 因为 因为 目前来讲呢 可能疫情的影响呢 让一些家长 就是太小了 把孩子送出去 也有点心有余悸 有点心有余悸啊 再加上呢 中国的足球的 整体行情 其实是 不太看好的 目前这个状态 对吧 多少个俱乐部倒闭 然后又现新 它不是像以前 家长一算 批了啪啦的 说我这孩子 将来要能踢个中超 我这一年 挣个大几百万 入选国家队 一年能挣个两千万 像乌磊一样 可能这个预期啊 开始调低了 就相当于 那央行 那下调准备 准备金利率了 这个就会引起 连锁反应 你不得不说 因为有很多的家长 想让孩子 最后踢球 一定畅想过 孩子能够踢上 顶级的职业 然后 光宗耀祖 然后 这个 艺人得到全家光荣 他想 畅想过 但现在的行情 确实不好 现在的行情 确实不好 就是你 你花了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 然后 孩子 什么都 投入了 最后 你要踢个中椅 你说你能不能接受 踢个中椅 你能不能接受 你要问 你要说 一般的孩子 家长能接受 你要但白说 现在踢的不错的孩子 说你孩子将来 能踢中椅 你让他踢 他百分之百也不踢 他踢他干嘛 钱 钱挣不着什么 没准哪一天 突然间俱乐部就没了 完了 出来干嘛 做个情绪教练 也就这个 你说踢个中甲 他都不愿意 要踢的踢中甲 现在很多优秀的孩子 你把八岁 九岁 十岁 十一的 这想的都是将来 有天去欧洲五的联赛 他怎么可能能接受 踢中甲 中乙 但事实上 你将来 你哪有那么多孩子 能踢上中超 哪有那么多 你踢上中超了 也献心了 你踢不上中超 踢中甲 踢中乙 中乙 俱乐部没了 中甲一年挣 几十万块钱 完了 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呢 家长现在变得 越来越谨慎了 比较谨慎 就是他先让孩子 先一点点 先练着 完了 到时候再说 而不像之前 恒大足校刚建立的那会儿 那家长已经是 有点美国西部大淘金似的 哐哐哐哐哐 孩子往那边送 一年五万 没歪 万一将来踢出来 慢慢的可能 就有变化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呢 疫情过去之后呢 能够跟恒大多交流一些 有一些黑子喷子 说恒大不愿意理我们 其实不是 我们跟恒大关系还挺好的 他的这个副校长 专门把我 请到他的办公室 我们专门 面对面的聊了很长时间 不像你想他那样 当然了 他就是职业队呢 实话说呢 有的时候呢 他确实是 怎么说 比较在意吧 比较在意 比赛的 这个胜负 我记得去年精英杯 精英杯08组啊 这个山东鲁能呢 本来挺厉害 08的山东鲁能很厉害 09是我们跟鲁能打的决赛 我们赢了 08呢 是鲁能也不跟哪个队打的决赛 输了 输了 鲁能输了 居然精英杯 输给了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是 不是不是 不是武汉的湖北的 就是反哪的一个队 反正输了 08的输了 有没有 有没有武汉 有没有鲁能08的家长 有没有 在沈阳 有没有 反正那次是鲁能 西拜 本来就是 本来就很厉害 鲁能08是很厉害的 结果输了 输了之后呢 当天晚上有颁奖仪式嘛 然后他那个当时鲁能08的教练 是个外国人 鲁能08的教练是个外国人 但是他可能外国人呢 或者是轻敌啊 或者是 按照老外那个思路 胜负不重要啊 反正总而言之吧 老外的排兵布阵指挥 造成了鲁能08的 是天津吗 是吧 我不知道啊 完了 鲁能08 造成了鲁能08 痛失这个精英杯08组的冠军 然后这个老外啊 当时就是 你想啊 中国人嘛 中国人 我们一堆助教辅佐你 最后我们没完成任务 啊 我们没拿到冠军 那中国的助理教练 肯定是相对来讲 就会有点怨言嘛 对吧 这个这个都很能理解 最后那那老外特 那那老外 那老外 也会点中国话吧 说 你们 都牛逼 我 啥逼 自己在那说 就那意思就说 你们都厉害 我 我傻了 我输了 我傻了 所以职业队呢 呃 他很关注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你要说中国人注重成绩 也没什么不对 我个人觉得 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吧 就是过度反应 因为他这个机体啊 不是说很稳固 你比方说像左小将 左小将呢 如果输了呢 他可能影响的是什么呢 影响的呀 是 比方说是 就是 球迷 球原来小将 球迷可能接受不了 还有一点的影响的是赞助 因为赞助商说 原来我们认为你们都是在国内没问题的 怎么这输了呢 啊 赞助 那有可能会有点疑问 但是呢 左小将输球 但是不是说一 不是说一直输下去啊 就是如果有一天输了 他不会影响 左小将本身的这个体系 就是不会有人会为此下课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就是也不会说输了 输了完了之后 这内部就乱了 完了 这拨人就开始攻击这拨人 这拨人就开始跟那拨人 完了上面人怎么着呢 他不像职业梯队那么复杂 因为职业梯队 大家都盯着这个 这个主教练这个这个饭板 谁都知道 这东西谁能带上去 将来 这这这这这各方面 都发展都会很好 所以呢 勾心斗脚的事 啊 是是是间常态 然后呢 你比方说领导有时候没看见 领导又说是什么呢 输了啊 旁边人嘎嘎的一说说 这不行 这主教练不行 他那团队不行 领导又慌了 慌了之后 哎 没准一着急就给换了 因为他上面还有领导 大领导一翻 哎 怎么回事 我们踢队 这么厉害 怎么输了呢 怎么回事 谁带的队 怎么回事 问问 啊 所以这职业踢队有这个压力 啊 有这个压力 他有没有自己 这个有自己 有没有这个压力 也是客观上有这个压力 啊 所以这一点呢 是是必然的 所以呢 坦白说呢 就说 嗯 有时候打比赛呢 不是说不行 但是就说 咱们别别直播了 就别直播了 啊 他们老说 他是老老说 你们那懂 你们那懂 董老师那自媒体 你们那太厉害了 这个我们 我们那受不了 嗯 我们受不了 嗯 所以目前就这个情况 啊 但是呢 我们我们觉得呢 这个 这个09的 你说老在国内 你说也出不去 啊 一时半会儿的 也 也不可能 欧洲球队 你让他来吗 关键能来吗 来得了吗 欧洲教练去外援 都没回全的 啊 所以呢 只能啊 就是大内战 那就是内部交流 中国虽然很大 但是交通也算比较便利 你要说早上走 下午也就到广东了 是吧 进了恒大足校 然后这 0809的 这加起来 恨不得得15个队 十几个队 啊 T三天 也挺好的 啊 也挺好的 嗯 凤爪 什么时候有优惠啊 这个昨天呢 昨天还是就是新品上线的 还是不错的 有不少朋友挺照顾我们的 你现在大家可以 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这个有 有很多新品上线 啊 我们有新品上线 咱们随便找一个 这是什么 压脖子 凤爪吧 啊 这手抓柄 大家可以看看 今天晚上不解说 今天晚上我想早点睡觉 咱们一会儿聊到十一点半 咱就休息 啊 早点睡觉 然后看看四点钟能起来 看看巴萨马静 啊 争取吧 足校联盟杯还参加吗 啊 足校联盟杯 呃 在绿城的那个年龄段已经取消了 嘛 然后原定是七月底吧 然后八月初在清远的比赛到底踢不踢不知道 我们都报名了 我们都报名了 因为我们呃 恒大杯 恒大让我们参加了 呃 在绿城的足校联盟杯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 我们去年一零的参加零九的吧 啊 输恒大第一场输了一比六吧 然后呃 输复利一比二 嗯 就是当我们小一岁 啊 小一岁 摆队杯我不知道 北京按北京目前这个状况 摆队杯可能踢不了吧 我感觉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 呃 北京足协一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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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北京 北京啊 因为他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所以北京足协呀 呃 一直以来呢 都比较保守 嘛 你比如说 北京没有业余队去参加全国的 这个几乎没有参加全国的足协举办的比赛 北京业余队 北京有队打足业杯吗 除了职业队以外 有像苏州东吴这样的 什么山东四伯 什么广东 这儿那个的 有吗 没有 为什么 不派队 北京足协不派对 啊 就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一直以来是这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北京足协的工作人员 啊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不要觉得我 我攻击你们 没有 我说的是事实 这个也是对的 如果我要是 你们 我也不派对 为什么 万一出现打架 是吧 完了之后 再一怪罪下来 北京那个名声 我能理解 啊 我非常能理解 所以很多年呢 就是就是北京呢 有很多大哥 跃跃欲试啊 也可能是因为大哥太多了 都是大哥 谁也得对不起 啊 都想到足协派自己出去打足协杯去 啊 参加这个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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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饼啊 这种这种比赛 但是基本上 不派对 派对也得派什么队呢 北京地铁 有公司的 有人管的 有工会的 有领导的 你社会上 大哥的队 基本上北京足协是不会派的 啊 这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我我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这个这个这个编造啊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说的都是事实 现在北京野球不怎么打架了 早年间呢 主要为什么打架呢 主要因为有几个大哥队 有一个大哥队见天换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叫那名字 谁一听 是他都不踢 都不踢啊 所以他今天商仲勇 明天张仲景 后天华佗 大后天李时珍 再往后孙思淼 神龙 郭富城 他是这么叫 所以有的队呢 一听说 说商仲勇那队不踢 因为他老踢人 今天那是谁 张仲景 那可以 拎着鞋 搁几个去了 到球场 把东西换好了 一看 对面一堆来了 大哥走前面 后边跟着几个 戴眼镜 闻着龙子 在后边一包队员 一看 卧槽 这不就是商仲勇吗 他说不是 我们今天叫张仲景 你想走 对不起 不行 走不了了 你来了 你就得跟我们踢 你呢 赢不行 你们赢 你赢我们大哥 大哥在场上呢 八号 突然踢左后 左边前卫 你赢我们 那踢死你 你说 来不踢 算了吧 我故意输吧 你不好踢 也不行 我打你 你给我好好踢 非常难 非常难的 北京野球 曾经有一度是这样 我估计各地都有 但是现在呀 法治社会 可能那些大哥呀 也他们老了 都他们五六十了 也踢不动了 所以渐渐的呢 也就没这个回事了 踢球还是比较 比较祥和的 但是全国太大了 冷不丁 哪个地方踢业余球 又毛了 又开始一块打 那都经常事 经常事 这经常事 不是黑社会 他也谈不上黑社会 但是有点兄弟 有点兄弟 可能有点 有点背景 有点背景啊 就还特别喜欢毒球 特别喜欢球啊 那就是有时候剑拔弩张 真的 反正不劳手 后来呢 就就 现在就好多了 好多了 我说我们 我们还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从来不处理踢 全都是 以前踢过职业的 或者是体校的 那有一大哥 养着 一个月当时给开个四千块钱 每天还一三五还训练 每天到那 我们一去了 我钱 后来我们那队里边有了解的 说董哥 你怎么约一这 你怎么约到这呢 这来了 我说怎么了 不是挺好吗 这地儿 他说这比赛可不好踢 结果就开始 踢着踢着开始踢人 踢着踢着开始踢人 好在呢 那天那大哥呢 反正认识我 反正也呢 也多算 多老 多少算给点面吧 就是没有太过分 但是一般的说 队伍去那 没有赢着 第一 没有赢着回来的 第二 没有没伤的回来的 在北京 我估计有一些北京踢野球的 应该大概其能知道的那方位 你看 现在已经有人说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都得是头几年了 那都得是头几年了 你看 是吧 有人已经知道了 但所以呢 北京的治安还是相当好的 所以类似这种情 打打杀杀的呀 越来越没 没什么市场了 所以我现在看到 有时候偶尔去野球场看一看 踢的都挺 祥和的 都挺祥和的 都挺祥和的 就没有 再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情况了 没有那种情况 然后中超呢 现在是 是很快要上演了 7月29 7月25 或者8月2号 反正总而言之呢 这半年多过去了 作为 穷迷来讲呢 看舞的联赛呀 咱们客观说啊 第一呢 太晚了 第二呢 也没观众 完了也没什么情绪 再加上我姐说的又少 实际上呢 没多少人在看 除了赌狗 你看天天 哪个APP 聊天室里边 全都是赌的 大脚 再给我来一个 给我干一个 再三比零 别动了 求你了 保佑我 二比零 谁也别弄了 上班场 脚球小 小脚 看到的就是福气 一会儿 一会儿 系统通知 近期有人 公共 用公共号 招揽什么 赌子 什么 叫招揽人 什么 进去之后 血本无归 请大家提防 那边说 完了还有演戏的 一会儿 什么 你看嘛 所以咱们实话说 我这人愿意说点实话 你们后半夜的 中国的比赛 真的就靠赌徒在撑着 要没这些赌徒 真没多少人看 真的 都是这些赌徒啊 而且赌的都基本上 三百块钱以下的 因为大赌的 人家也不在这聊天使聊 是吧 人家都能包个没IP 所以现在呢 你会发现呢 有一些 就是没办法 就只能是往赌上 你看他妈英超 你看西甲 所有的中文广告 全是赌博网站的广告 人家就给中国人看的 人家也知道 你这年头 就是你这个 这个时间段 你对中国转播 谁最关注 除了他妈独狗 没什么人关注 真的 那就是这样 所以国家呢 打击这个吧 也打击不了 有的服务器在境外 没有吗 也根本也抓不着 哎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 所谓的足球人 媒体人 卖锦囊 一百八二八 二百八二八 五百八二八 你说这不怎么 我就说 我说我懂路再穷 我也不会挣这钱 这不害人吗 你他妈能 能看准 你还跟人分享 你不扯淡吗 是不是 所以我是从来不会 你记着 我懂路有一天 即使我不要脸了 我卖 我带货 我也不会去 去卖这锦囊 那这这纯属 纯属这个 是是骗人的 纯属骗人 对吧 这个这个东西呢 确实不应该这么 但是呢 因为不是说呀 不是说这个 这个 你国外 他也有 他也有精彩 但是 这东西就是 你对于 有一些人来讲 你别让他沾上 这个东西本身 也许小赌疫情 国外有时候在超市 有时候填个彩票单子 谁先进球 一赔几 有 国外有 但咱这有的时候 说实话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在这撑着 你没有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撑着 人人有时候 一见到这个就是赌了 赌进去就完 就乌安玩 人生毁灭 人家那边赌完了 随便填点单子 一哈哈一乐 人家是当做生活的一个小小调剂 咱这不行 咱这你妈大晚上不睡觉的 也得也得盯着这个 啊 大脚小脚 大球小球 啊 什么波胆串 全正 这就是没办法 但是呢 我也能理解 哎 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各行各业的不都这样吗 所以今天的乐波还可以 乐波签了一个合同 乐波签了一个合同 这也是我负责谈判的 那么可以讲呢 就是这个 这个合同能够确保乐波的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 就是一分钱不挣 我们乐波也能够运营下去 一分钱不挣 但更何况我们还能通过方方面面的合作 然后呢 再去创收 好吧 所以大家呢 这个小一的朋友 小一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乐波新上的这些这些这些产品 小斗也可以上一上 好吧 我休息一会啊 休息一会 小朋友 我们可以起来玩吧 小朋友 我们可以起来玩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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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 你认为卧槽天塌下来了 结果天没塌下来 你认为一片晴朗突然间一片阴雨 这都是人生常态 哥几个学着点 平静一点 你也不用保持愤怒 你不像我 我做一件事情 我压力很大 我得保持一定的愤怒 给自己一定的精气神 你们没有必要 一个足球真没那个必要 对吧 什么时候你孩子踢足球了 你再踏踏实实的 把你的功夫都下在这上 对吧 一个俱乐部的改制啊 什么建谷啊 这那个的 大不了 那辽宁球迷不活了 辽宁的球迷 说句老实话 不比你山东球迷 古老悠久的多得多呀 当年辽宁 那个人民体育场 那个球迷脚 那天天的 你大礼拜的什么的 天天一堆下场 下岗之功跟那聊球 人家对足球那种热爱 大冷天的光榜嘛 那乐队什么 一受伤 揍15的月亮 是吧 那人家现在辽宁队没了 没了就没了 没了就不生活了吗 没了就不爱足球了吗 真正爱足球的 得到球场上去 得跟绿草如荫 蓝天白云 得跟三五知己 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而不是说 天天跟家里面 猫着看电视 啊 完了赢了之后 这那个的 一输了 跟他们双打的茄子似的 这种人生没意思 好吗 你就静观其变 你决定不了的事 你就不要着急 你决定得了吗 你决定得了吗 你就决定不了的事 你着什么急呀 你说对不对 你要能决定的事 你着急 你着急上火 所以没有那个必要 瞎操心全是 赶紧操心操心自己 嘛 好吗 对吧 天津天海没了 天海球迷就不行了 就 每天就得死啊 就得 所以说 全人全人 就属于自我渲染的 一拨人 我挺讨厌这些人的 说一遍完了 就别老磨磨叽叽的 老来来回回的 是吧 问这问那的 操心操心自己 真的 别关心什么 你这是那个的了 他肯定他有事出有因 对不对 你中国足球本来就是伪职业 是吧 你在国企拿国家的钱 在这弄 你肯定你将来改改制啊 就是混合 混合所有制 对吧 你就了解了解 就百度百度 陈老师说的好 去百度百度 混合所有制 好吧 别别聊了 聊起来 我都我自己都恶心 好吗 没什么多大事 有什么多大事 对吧 李乔鹏还该 该李乔鹏 王大雷该王大雷 郝俊敏 还郝俊敏 你该看球看球 就完了 说有一天说活不了 活不了就死呗 那这个世界还有怎么着 还还非得是 那那人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组队最后倒闭了 不也就倒闭了吗 你说对不对 所以就不弄 好吧 阿吐尔亏不亏 我不知道 这亏不亏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你就操心操心 房贷怎么还 对吧 女朋友找没找到 孩子怎么着 学习 自己的这个工作 事业发展 未来 操心操心这点事吧 好吧 操心操心这点事吧 对吧 陕西就一个中甲 四川就一个中移 该 该 国外多了 这种情况 一小镇 你看我们那次 我们这个 去德国 一陵的去参加 那广域星空杯 我们住那个酒店 酒店旁边有一个球场 135 还246 下午4点 就有一个队在这训练 他们踢当地的业余联赛 那也是相当的这个 相当的这个这个这个热烈 我们第一年去09那个队去 然后就我们那个比赛场地 其实是一个业余的联赛的球场 后来我们踢完了 人家比赛开始 然后呢 我们晚上过去一看 人家脱家带口的老头老太太 然后场上球员的老婆 带着孩子推着车 一块 买个那个面包 加香肠 刷点酱 跟那一块看着球 灯光球场 其实灯光也不够 照度 但人家这么踢 人是一种生活 你这说句老实话 一脚球不踢 现场也不怎么去 就在家里面猫着看 看个直播 然后就称自己是球迷了 完了俱乐部改个制 我说你这什么 不够你忙活的了 一天到晚的 没什么意思 真的没什么意思 真的 你这长大了 就秀秀了 然后呢 明天下午 上海一天 2011 到大连的第一场热身赛 是对大连小将 大连小将据说也是两个媒体人弄的 大连小将 他是比照中国组织小将 把大连的八个俱乐部联合起来 有一些孩子在一块 当初是要挑战组织小将 但是一年多了 没有 一直没有来 明天我们看一看 这个大连小将 然后到4号5号呢 这个比赛正式开始 昨天呢 晚上我接到一个 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个青岛的 这个朋友呢 受到了这个一个 背了一个黑锅 青岛啊 有一个 退役的国角 办了一个俱乐部 然后他们有一个孩子呢 就是 报名参加我们这个 大连这个比赛 因为我不公事了嘛 我为什么要公事呢 就是我想 我这个公事 其实不是说给孩子家长看的 也不是说仅仅给球迷看的 我是给这些孩子 现在所在俱乐部看的 我告诉你 这孩子报名了 你要不让参加 你赶紧的 就想办法 我不偷偷摸摸 所以呢 有那个俱乐部 可能有人一看 呦 这我们孩子 怎么报名参加这比赛了呢 然后就开始 满满满满满满 满满满青岛 去去去去找人 说谁 谁把这个孩子 给推荐给中国租小将呢 完了就 之后就去开设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我都不认识这孩子 我说那可能球探组呢 比方说在抖音上 我哪发现这孩子联系了 说你想想来过来参加一个 这个我们小将的选拔 家长觉得这事挺好 说来着 能跟全国各地优秀的 过来看一看 就这么一简单的事儿 但是俱乐部一下蒙了 俱乐部以为了 操我们过来要挖人了 我们不 我们不挖人 你们能看住就看住 你们看不住 他要愿意来 这事我也告诉你 对吧 没有必要弄得 剑拔弩张的 这孩子多大呀 怎么才九岁 对不对 你九岁 你就把这弄得自己 我们那么足小将 走了好几个子 我说什么了 那家长 孩子就愿意去哪去哪呗 只有在中国 是这样 你甭说 你九岁了 你在国外十五 只要不到十六 你想去哪去哪 但是咱们这呢 就这么如临大敌 如临大敌呀 你要家长自己想去 你说跟我们有毛关系 对不对 你说你家长自己报名了 你要不然你就说清楚 他不报名 我们能给他把孩子 把名字给写上吗 他不扯淡吗 我们又不是抓壮丁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东西特别没意思 所以我也奉劝 以后所有参加 中国组小将选拔的 队员 你孩子 你孩子如果有签约了 你就跟人家 远居住不说清楚 人家不让你去 你要不让你去 你就不让你去 你要说一定想来 你牛逼 你把人家约给解了 你把人钱赔人家 要不你就别签约 别弄这秃鲁反账 最后我们组小将 也跟着背锅 对不对 你们家长不想来 我能让他来吗 你说是不是 这道理是不是这样 你这么点的孩子 可不就家长决定吗 谁知道他背后 什么合同 什么约定了 谁这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现在弄的 中国为什么清训搞不好 怎么就这样 本身人才就不多 踢的好没多少 完了在他们每个人 都各自自己在这捂着 捂死拉倒 我捂成了 最后弄出起来 不也就是为了 挣点钱吗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就这样 我现在说清楚 中国组织小将 是公开透明 你别偷偷摸摸来视讯 我也不接受 我也不接受 对吧 你要来 你就大大方方来 你跟原俱乐部说清楚 我来中国组织小将视讯 人家说你好 你去吧 也有支持的 有不少支持的 说可以啊 那太好了 你能去中国组织小将 对我们俱乐部 也是一个宣传 对我们也挺好 有的就不行 有的就 你绝对不能去 你干嘛去 你要干嘛 你要跑啊 那你这样 你活该倒霉啊 谁让你签了合同呢 谁让你签了约了 你要签了约 你把约定去办 别出耳反耳 我也不接受这样的人 你签了约 你跟人说清楚 说我现在多少钱 我赔你 要不然我 我什么时候 我要正式的 我踢职业队了 我拿到什么钱 我或者哪个职业队 把我签了 我把这钱还给你 也行 对吧 我们 我们中国组小将也好 还是从我这也好 你要是家长不爱来的 我绝对不劝 除了江景奇 江景奇当初是不想来 但江景奇也没有约 也不是因为 约合约的问题 只是因为他听信了谗言 这我劝他 但最后他决定来 我再劝 就是我再求 再求一个女的 最后这个也得是你女答应吧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家长 别 别两面三刀 你要想来 这他们又不是丢人的事 你就大大方方 跟俱乐部说 你说我想来参加 做小将的选拔 但是选上我 我也不去 你放心吧 我就是过去 让孩子看一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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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这些孩子 到底水平怎么样 我去检验检验 你这么跟俱乐部一说 不就完了吗 你骗我们 也别骗俱乐部 好不好 我这我都教你了 好吗 这我都教你 怎么去跟俱乐部说了 你就跟他说 你说我就来过来 我看看 咱这孩子 我跟着你 那肯定前途无量了 对吧 再说咱们也有合约 我怎么能是 伪办合约的人呢 走小将就怎么回事 但是他办这比赛 可能来的不老少 全国各地的 通天定断的 咱这孩子 咱也过去跟他比着比着 咱把他们全灭了 不一样吗 他选上我 选上我 最后不也 我也得点头啊 他选上我 他以为他皇帝选妃子呢 点上谁是谁啊 他选我 我不去啊 我还回来 我跟着你 多好 这么一聊 你看对方也高兴 我们蒙在鼓里 但我们不怕被骗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也不是说 非得有哪个孩子 不行 是不是 我非得有你儿子 不行啊 没有这 没有你儿子 我的左小将就不踢了 还是怎么着啊 是不是 所以 本来挺简单的事 那么那么复杂 那么满征风雨 好像谁又谁 在背后搞点什么东西呢 我操 我顾得过来吗 我们天天我卖东西 我都卖的不怎么地 我还顾得过来这个 所以你 一三的 一五的 一四的 你要想将来说 我来做小将 我想什么时候来 我想什么时候来 我想什么时候 事情我就什么事情 你就别签约 你就别签字 你签了约 你就踏实跟人家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完了 就这个道理 中国的轻讯 就这个环境 就这个环境 对吧 他有兴趣 你要不跟他签约 他交着费呢 你不跟他签约 他都不带你玩 都有这样的 那你不能找私教吗 你不能去找一个 更开放的俱乐部吗 非得在那吗 不行 这俱乐部出过 出过什么 好的队员 你哪个彩票 中国出过一等奖的 你在这买 你就赠一等奖了 我就纳了闷了 有些家长 你也说不上 他惊还说的啥 是吧 不行 签一签 签十年 签出中逼 违约军 十万二十万 你说最后 你说你想走 你走 你给不人钱 你要不然 你痛快点 给人钱 完了又磨磨唧唧 又不给人钱 不给人钱 又想来 你说我们怎么能 给我们家这中间 好像我们把人 给勾一过来的 所以我承受了很多这个 你明白吗 我承受了很多这个 包括上海一清训的 一见着 足小将 你们积点德吧 都能说出这话来 都能说出来 说你们积点德吧 卧槽 我们他妈拼命 辛辛苦苦 拼命的干这个 最后变成我们缺德的事 他为什么说 积点德呢 就是因为他听 听信着 就说上海有队员 来足小将了 完了 原来 怎么着 教练或者怎么着 就不高兴了 或者怎么着 你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上海没几个人 唐华健 唐华康 这俩是现在就是 等于说是 他爸爸自己决定的 他不来足小将 他也是不签约 还有就上一个刘里豪 就上个刘里豪 你说哪有上海人 最后就变成了 我要自己积点德呢 就这么说 明面说 你们足小将积点德吧 你说多难 多难你说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时候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你 你孩子如果真是这块料 那你越晚签约越好 这是肯定的 因为你越晚签约 你机会越多 对不对 你将来你恒大补 每个孩子 每个人补20万 补20万 你是自己独立的 这20万就你的 但你要是签了约了 你要是在哪了 你知道纳哥的 一堆关系 你都得给人家 这是实话 这是实话 你都得给人家 这是中国 独独在中国有的特有现象 全世界的清训 没有一个国家清训 说八岁九岁签协议 可以有违约金 可以有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就阻止你去转会 或者是阻止你流动 全世界没有 只有在中国 only in China only in China 全世界没有一个 日本 韩国 欧洲 没有一个国家 说你 祖客 现在是 拉马西亚的 祖客说 我明天就走 拉马西亚 没有任何权力阻拦的 说祖客说 我去了 我去黄马了 没有任何权力阻拦的 那就给你办手续 你就走呗 但是 祖客 你七岁在我这 你练了三年 将来你在黄马那 签职业合同 没准你又回来了 就跟那个叫什么 九宝 九宝戒英似的 拉马西亚出来的 最后签黄马了 怎么着呢 怎么着呢 有问题 有毛病吗 没毛病 有什么毛病 除非是梅西 梅西可能是当时 拉马西亚 把他决定要签了的时候 就给他身上砸了大钱 他走不了了 他是走不了的 因为他给他单独的营养 单独的治疗 单独的培训 完了又解决他爸爸的家里边的问题 投入那么多 所以对不起 梅西 你不能说你到15岁 你说你去黄马了 那对不起 不行 这是唯一的一种情况 或者是像多特蒙德那个 15岁T19的 那哥们可能也是早早的 给锁了 但是锁了一定是一个 锁定一定是这个俱乐部付出 巨大的代价了 而不是说 你你教他 你还收他钱 你培训他 完了你就是他的主人了 你不能这么聊 咱们这就说 你来我这俱乐部 你哪怕每每每堂课 你还给我交着钱 但你得给我签约 你不签约 我就不带你玩 基因队没有你 不让你打比赛 你签不签 那很多家长就签了 但你说从俱乐部角度来讲 他也觉得 我培养的队员完了 他缩手就走 走完之后 我们俱乐部 也没有什么收益 所以为什么说 恒大呢 在这些问题上呢 包括大连 他处理的还是挺好 他反正我给你钱 他有钱 所以你放心 说你有合约没事 我帮你结了 一般小孩 咱说老爸 你就签十万 签二十万 给你个三万五万 他也就拿着了 因为这东西打了官司 他也没有任何 他也没有任何 就是这种培训协议 到底值多少钱 是吧 尤其有的又是交着钱的 他到底值多少钱 这事说不好 所以你要真是打官司 那可能最后 也可能最后没一条结 没人十万 变两万 也可能 所以人家恒大时候 给你每个队 每个队员给你三万 自己去解决去 把自己赎出来 完事 就这个意思 只有在中国是这样 只有在中国就这样 为什么 没有诚信 没有诚信呢 他是一个综合的诚信体系 不行 综合的诚信体系 再加上户籍学籍的 这种等等的 这方面面面的限制 只有在中国是这样 因为他牵扯到利益 这个利益没有保障 你在国外呢 他有联合补偿机制 可能有保障 在咱这儿都没有 有时候 我挖你 挖完你之后 全面事我不管了 大家俩眼一抹黑 光就走了 像某个俱乐部 从广东挖了几个 到现在为止 打不了清朝 因为广州租协不放 因为什么 闹掰了 闹翻了 你说当时要是 给点钱 完了 对吧 弄个自由 结果当时就想 黑不提白不提 想借着油的就走 借着油的走了 走了之后 那你最后 我就不给你办转会 中国租协也认 这个东西 那边不签字 这边不弄 转会完成不了 打不了 白养着 给弄到国外去了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董老师 说我英语不行 是吗 说我英语不行 为什么 都不坚持着油的 我们都不坚持着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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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坚持有油的 我们都不坚持着油的 怎么着我这英语 能不能教小孩足球 我们从新东方 找几个老师来教小孩足球行吗 大军 李大军 在吗 挺不容易啊 24小时过去了 终于找到一喷点了 累不累啊 累不累 东哥 什么 能不能留住小块 满不懂 你是哪个满不懂啊 你是从乐伯离职那个满不懂啊 小矿留不下来 怎么能留下来呢 我要留 我要留 我要留小矿 我不就成了我讨厌的人了吗 就成了我讨厌的人了吗 难道就为自己就 就 就不让孩子去更好的平台吗 就不让孩子去更好的平台吗 小一 小一 那这不是那蛮不懂 嗯 刚才有一个留言说董胖子得罪人很多 这个你说的是事实 我给你这么解释啊 一个人呢 不要在乎说是不是得罪了人 你要你要去研究 我得罪的是什么人 如果我得罪的是有识之士 这件事情我要去反思 我要去反思 如果我得罪的就是一些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人 我得罪他们又怎么了 我得罪他们又怎么了 你说对不对 你不要在意你得罪了是不是得罪了人 你要开始想一想你得罪了谁 如果我得罪了一些轻讯人士 我相信我得罪的这些人 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轻讯人士 对吧 如果我得罪的就是普通的球迷 我得罪了他们又怎么了 如果我得罪的是不在足小将的一些孩子的家长 我得罪他们又怎么了 我得罪他们又怎么了 得罪我的人多不多呀 指手画脚的多不多呀 造谣声势的多不多呀 鄙视嘲讽的多不多呀 中国做小将从成立之日到现在为止 得罪我的人有多少你算了吗 我不在乎得罪人 我在意说我得罪了谁 明白吗 我不在乎我得罪人 跟我没关系的人 我说话他听的 又不是我让他听的 我得罪他又怎么了 我没坑蒙拐骗偷 我自己踏实实干怎么了 我们不都呼唤着公平吗 我们不都呼唤着勤劳和回报吗 怎么到我这就变了呢 我们不都宠上着英雄莫问出处吗 对吗 怎么到我这就变得这么难呢 怎么我就不能得罪人呢 怎么只能别人得罪我呢 对吧 是 中国做小将树敌很多 是 你说的对 我们是树敌很多 树敌很多 你把话说完整 对吧 树敌太多了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徐根宝徐知道 徐根宝徐知道 程耀东 程知道 金志阳 金志的 池上斌 池知道 朱管护 朱知道 杨辰 杨知道 周宁 周知道 徐亮 徐指导 杨征 杨智 杨智导 杨智导 权他妈我们都得罪了 权来鼓励 权来鼓励 勉励 支持 义务帮助我们 义务帮助我们 我们支持的 我们支持的 是吧 我得罪了他们了 我得罪了 我得罪那些人是谁呀 我得罪那些人是谁呀 Please tell me Tell me Who 有人说低调点 有人说低调点 你都 你管我低不低调呢 你是谁呀 你帮我做什么了 我低调高调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要是低调你能来这听我的在这聊吗 低调你能来这听我的在这聊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 你配吗 配吗 啊 拜拜 小朋友 我们去起来玩吧 拜拜 这鱼可以啊 这鱼真挺厉害的 这叫娱乐 这叫娱乐 卖鱼吧 是吧 卖鱼 我说实话 我 我也联系不上 我要联系上 这太简单了吧 我买我我我我四十块钱进 我卖五十九 这钱是不是挣得有点太简单了 啊 是不是 鸡羽扬在嘎聊啊 行了 今儿就聊到这了 挺开心的 虽然说疫情呢 影响了很多 但是呢 我们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呢 去思考未来 去思考未来 啊 足小匠啊 只是一个传统清训的探索和补充 啊 他不代表什么 啊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努力的去工作 啊 美丽的 呃 每天都去想 啊 包括我今天发在群里的 让孩子们的练的东西 啊 我让你们了解了解 我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啊 我看到了一个日本清训 脚工传球的训练 啊 然后我把它发到群里 我说小男子杰小戴 凯凯子晨老二 你们认真看这个脚工传球 你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动作不够准确 啊 然后 这是这是家长 对吧 家长收到 谢谢董老师 有这一声谢谢 我就知足了 我就知足了 对吧 有多少个群里 你发完没反应 啊 最多收到 人家还有一个谢谢董老师 有这声谢谢就可以 我就很满足 我这个人其实很容易满足的 啊 我除了对我自己 不能够满足 啊 我对周遭的很多事情 我是可以满足的 所以我们也在也在筹措着 不久的将来啊 不久的将来呢 我说过 呃 左小架呢 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啊 这件事情 是 是我早就在考虑的 你们不要认为 你们不要认为啊 我有当主教练这个音 你不要认为 明白吗 是因为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呢 这个压力和这份责任 只能在我身上扛 你让我换一个别人 他 他现在尤其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你 我只是 我只是 来承担这份责任和压力 啊 我并不是说像你们很多人给我戴高帽 很多人给我 给我这个挖坑啊 说我这 这 这那个的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有一定能力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你可以重视我 但是呢 你也不用太重视我 啊 我也不可能包打天下 我毕竟 是隔着行的 毕竟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疫情之下的一个调整 啊 一个储备阶段 啊 那么 我们会 在 孩子的基本技术 战术 战术的这种意识 包括头脑的训练 啊 包括核心力量 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呢 我们正在做这些工作 等待着疫情一打开 然后等待着我们新的教练的团队的进入 等待着我们跟职业化接轨的方方面面工作的推进和开展 这些都在意识日常 只不过 我不能详细说 现在 啊 所以你应该知道 如果我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未知的人 我记着 什么时候有一天 我在这 从头到尾都在卖货 你就知道 我们中国族小将要完了 什么时候 我仍然 激情四射的 在这 讲述着我对于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你就记着 中国族小将 有着光明的未来 我把 所有的标准都告诉你 我和盘脱出 如果有一天 我从 第一分钟 一直到最后 我都在卖货 就证明着 左小将这个事 已经到头了 我开始 干别的了 只要我 只要我 还在津津有味 会声会色的 聊着什么 你就记住 在我的心里 俩字 有谱 有谱 明白了吗 开始还债了 我们从来不欠人债 好吗 下次讲讲 陶伟和徐云龙 陶伟可以讲讲 徐云龙我就不讲了 我们没有什么 关系 而且他也曾经好像 我们是不是在微博上怼过吧 关于一个什么 什么事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 勾连 陶伟可以 陶伟当时呢 我们实话说呢 曾经有三四年吧 经常在一起 其实我们现在也能 也能沟通 陶伟是一个 很有头脑的人 很有头脑 很聪明 非常聪明 邵嘉一呢 其实跟邵嘉一可以 因为邵嘉一在德国的时候 我跟阮琼飞不是去吗 去采访他吗 而且他整个登陆 1860的前前后后 我们都是很清楚 但是嘉一呢 应该是一个 他虽然是年少一点 但是嘉一未来是能成事的 因为他综合能力比较强 管理啊 跟人打交道啊 然后头脑啊 他将来未来 他是中国足协副主席的料 你记着 中国足协副主席 大概他是80年呢 是吧 那也40了 再过个 五七六年吧 再过个 五七六年 他有可能就是 中国足协副主席 五年可能短点 八年吧 他过八年吧 中国足协副主席 我说的是 是国安的 踢球那小陶尾 跟阮雄飞 马泽星那个节目 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现在你 也没法凑一块 录节目 但是这个立项是立了 但钱都打过来了 就给我的这个出场费 都打过来了 都到账了 所以这个事 肯定得做 如果不做的话 我还得给人 把钱打回去 小孔任一球进步了吗 因为这段也没练呢 上哪练去 你自己怎么练任一球啊 你得有个球门 现在球场都封着呢 所以你很难 说他进步不进步 高拉特到底规划 还有戏吗 这我不清楚 这我不知道 邵嘉一经纪人 李本森 对不起 你把人姓没改了 他姓王 王本森 本森 王本森 这个当初呢 确实是 这个这个帮助邵嘉一 去了德国 后来呢 他 我们曾经也很熟 但是得有 他妈 十五六年 没联系了 我后来 最后一次联系 他说他跟几个朋友 正在柬埔寨 挖矿 就开 开矿山 开采矿山 在柬埔寨 所以牛逼的人 早就牛逼了 能挣钱的人 总会知道 在哪儿挣钱 中国有一些人 在柬埔寨 挣了钱了 你知道吗 柬埔寨搞房地产 挖矿 在柬埔寨 挣钱了 隐形富豪 多了去了 隐形富豪 多了去了 在中国 就你就是 聪明的人 多了 多了去了 他们不知道 你说咱谁能想到 说到柬埔寨 你到柬埔寨 去个吴歌窟 也就是他们去旅游去 人家在柬埔寨 做房地产 明白吗 到柬埔寨 去做矿山 现在不行了 是 我说头些年 好 今天呢 我在讲最后一个段子 这个 这是杨晨指导 和周宁指导给我讲的 说在1993年 当时呢 杨晨周宁 都是19岁 虽然已经 分别从二队和三队 被金指导 提拔到 他们呢 虽然说呢 就是也进了一队了 但是呢 1993年呢 有一件大事 就是全运会 全运会呢 实际上是 那个时代 因为还没有职业联赛嘛 可以讲呢 是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比赛 每四年一次 北京 当时不叫国安 叫北京队 在仙龙潭 北京队呢 就就参加了全运会 足球的决赛 当时的主教练呢 叫唐鹏举 当时的领队呢 叫杨祖武 而当时的杨晨周宁呢 没有被报名 成为了这个队的 就是落选全运会的队员 因为他们太小 他们太年轻了 但是即便落选了 也呢 仍然可以为老大哥们啊 来服务 于是呢 领队杨祖武啊 就交代给哥俩啊 一件事 这件事呢 就是每天 拿着公款 去洪桥菜市场 买一只甲鱼 甲鱼知道吧 就是王八 甲鱼啊 大补 然后呢 回到仙东坛 到食堂给师傅 把这甲鱼啊 杀了 熬甲鱼汤 一桶的甲鱼汤 熬得了之后呢 在晚上七八点钟 必须从仙东坛 骑自行车 给送到丰台 因为那个时候全运会啊 足球比赛的球场在丰台 北京队啊 驻扎在丰台 于是乎呢 这哥俩 在整个全运会期间 每天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 买甲鱼 到食堂 杀甲鱼 熬甲鱼汤 骑自行车 把这甲鱼汤 给送到队里 给这些老大哥喝 有人说 这有什么可笑的吗 对 没什么可笑 那么呢 问题出在哪呢 就是 哥俩呢 因为通过不断的实践 两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已经可以一眼识别 什么是野生甲鱼 什么是人工饲养的甲鱼 以及什么是进口的甲鱼 最后呢 还是决定啊 进口的甲鱼 不如啊 国内野生甲鱼 所以锁定了买甲鱼的品种 另外呢 两个人明白了 杀甲鱼啊 是一件难事 为什么呢 因为 拿这甲鱼 到案板上一放啊 甲鱼知道 时日无多呀 得先确保自己 先来个密集防守吧 就把这头缩回去了 这头缩回去了 你没法杀呀 后来呢 哥俩呢 就明白了 四处求教 拿筷子啊 捅甲鱼屁股 你想啊 甭说甲鱼了 就说人 你拿大棒子捅我屁股 我也得扭头 就把头伸出来 甲鱼一伸头 师父啪一刀 甲鱼就给 到点了 可是呢 把这甲鱼脑袋 剁下来之后吧 甲鱼有血呀 这个甲鱼的血 血呀 师父呢 就给倒在一个小杯子里了 倒完之后呢 就跟这俩 年轻人说了 说呀 你们年轻 你们要长身体 这甲鱼的血呀 你们喝吧 哥俩呢 因为都比较单纯 那个时候 总觉得这 如果是 如果是 这个 对身体有好 这有影响的 有有有有有有 有营养的 那自然来者不拒呀 所以哥俩巴一遮 你一半我一半 一碰杯 就喝了 每天 这么半杯的甲鱼血 两三天之后 又喝完了 一次 骑自行车 哥俩一块奔着风台去 那时候呢 这 威风拂面 两个年轻人能够感到为队里做贡献 也是年轻球员的 一份荣耀和骄傲 所以杨晨骑自行车 周宁骑自行车 有点17岁单车那感觉 可是呢 骑着骑着呢 就感觉到 嘴角有点湿润 怎么回事呢 甲鱼血太补了 没想到啊 顺着这鼻子 这鼻血流下来了 两个人相互一看 都是血乎辣的 你能想象吗 两个年轻人 在大街上骑自行车 后面弄俩锅 然后呢 迎风 鼻血开始挑战 两个人相视 一笑 全都血乎辣的 而且呢 相对来讲 周宁的反应 更强烈一些 周宁啊 二年后自己回忆 说当时啊 确实太补了 鼻子起包了 照镜子感觉啊 自己这像犀牛 像犀牛啊 像犀牛 肿这么高 所以 回忆起来呢 就这么一个往事 也就是说呢 19岁的年轻人 骑自行车 漫天飞雪 没有吗 漫天飞雪啊 这感觉 虽然说我讲的 可能不见得很乐 但是呢 这是一段 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么 几年之后 两个人呢 开始代表北京国安 征战国内赛场 又过了几年 两个人又先后 登陆了日耳曼的土地 在德国 渡过了一段 这个 这个岁月 又曾经啊 先后入选国家队 最终呢 阳指导呢 又代表着 中国队呢 参加了2002年世界杯 二十多年过去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那一算93年到现在27年 27年过去了 这对当初的好兄弟 一起骑自行车 送甲鱼汤 满脸飞雪的 犀牛脚状的年轻人 都已经到中年了 他们相会在 中国足球小家 他们仍然 携手并肩 为中国足球的下一代 义务的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量 已经没有甲鱼 没有甲鱼汤了 甚至也没有自行车了 他们可能都开着自己的车 但是那一段的日子 和那一段的情景 仍然让他们难以忘怀 所以人生在世 人生苦短 有那些激情四射的日子 就是最好的 报偿 再见 发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